本节目由极客堂和环球电子游戏文化博览馆共同推出 相信大家都吃过麦当劳肯德基还有德克斯这种肥宅快乐餐 不过不知道大家小说是不是和我一样 去吃这些快乐餐时不是为了吃 而是为了儿龙套餐里面的玩具 这些玩具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阿克太鼎了 除了他们自家的原创玩具以外 还有不少和各大厂商联断的玩具 不过在这之中 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出过的各种各样的游戏机 比如麦当劳推出过的索尼克系列掌机 蛊惑狼系列掌机 麦当劳N64 可乐机弹珠台 麦当劳学习机 甚至还有养害宝的他妈歌词 哈喽大家好我是KH 今天我们的极品5节目就带大家去回忆一下 那些肥宅快乐餐里面送的那些游戏机 在节目开始之前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本期节目还是点赞过5000 此系列必有下期 肥宅快乐机 这是肯乐机和酷冷之尊在2020年功夫的主机 号称大载了酷冷NUC9处理器 能支持4K240Hz输出光线最终和兼容VR 但最重要的是 这个主机能通过硬件发出的热量来加热炸机 方方的广告语 也是让你在游戏的同时可以随时吃了大鸡 其初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常见的广告营销玩笑 但没想到这个主机是真正打算推出的 只不过原本准备在去年12月就开始售卖 但到了现在却变成了无线跳票 因为我相信一般玩家看见这个主机的创意 都会联想到这个图 这款肯德基在2003年推出的掌机 相信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 基本感觉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 而这款主机的外观设计也比较巧思 把方向键和动作键做成了上校的手 功能键则放在下体部分 整体看过去感觉非常的喜庆 刚好这台主机环球电子 哦 忘了 暂时开不了了 哎 不要停下来呀 刚好这台主机我们也有一台 只不过年纪有点大了 老爷子的脸上有些沧桑的痕迹 甚至还流了点鼻血 不过没有关系 只要能开机就行 果然上校还是老当益壮 趁着上校还能坚持一下 我们看看这款主机的内容有多大 这款主机包含了26种不同的游戏 并用26个英文字母来区分类型 像是坦克大战 赛车 低配版的设计方块 青蛙过河 打砖块 瘫吃蛇 还有抓鬼和俄罗斯方块 不过这26种游戏中也有充数的 比如各种各样的魔改版俄罗斯方块 或者是改变一些细小的玩法的同类游戏 像是赛车从两道变成三道版 打飞机从普通的消灭变成方块消除等 但就算这样 这款主机还是包含了九种类型的游戏 可谓是十分良心 并且每个游戏还能改变难度和速度 不过比较疑惑的是 游戏还提供一个1到199的游戏随机性变化选项 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测试后 并不知道这个功能有什么用 感觉就是用来充数的 此外这款主机的开机逼接盟 还是经典名曲《语中旋律》 这种曲子相信不少人是从绿剑口像堂的广告中得知 绿剑口香糖 含百分之百天然薄荷 使你口气清新自然 而在游戏Game Over时的曲子 还是美国的名歌《康城赛马》 这样一看 这台LCD游戏机逼格立马就上去了 不过有关这台机器的介绍还没有结束 因为这台主机还有一个牛仔版 在港台地区的儿童餐里赠送 这个牛仔版一共收录了三款游戏 分别是主角为QQ图标的简陋版马里奥兄弟 还有一个低配版的炸弹人 和一个打飞机的游戏 虽然内容少了点 但都算得上是精品 此外以前德克斯也出过一个类似的游戏主机 但没有肯德基爷爷那么经典 目前市面上也非常少见 我也有点记不清当时这款主机里有什么游戏了 如果知道这款机器的朋友 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和大家讨论讨论 肯德基电玩运动了 这是肯德基在2012年推出的游戏机系列 当年还做了一个比较模型的推广广告 不过这个广告感觉和那个香肠派对的话风有点像 好孩子不要去收了 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看看这个系列的机器 首先是摩托车 外观方面非常带感 比较像SEGA的Hand On 开机后能听到一个非常模型的BGM 至于玩法方面比较单调 就把你的手指卡卡卡在摩托车上 然后左右摇摆控制方向躲给来车就行 在途中还会遇到一些加速道具 顺利完成一段路程过后还会增加游戏的难度等级 玩起来中规中矩 那么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也是赛车游戏 不过这个外设就没有刚刚那么炫酷了 反而像一个袭击 开机后还是那个熟悉的BGM 不过这台机器好像有点接触问题 开机后有一定几率会重启 但是这个游戏的玩法和刚刚的摩托车差不多 所以这里直接跳过了 接下来是一款音游 但是 果然还是这首模型的BGM 一点变化都没有 作为一个音乐游戏来说有点布局 而玩法方面就是哪里有音符按哪里 妈妈非常担心我的智力 因为虽然这是一个音乐游戏 但完全没有音乐游戏的感觉 而按下按键后 小女孩的动作也非常死气沉沉的 如果按错了还会扣血 总体来说这机器非常牙签 最后是这个头脸小游戏 开机后果然还是那个熟悉的BGM 咦 我又不得了哦 这个机器里面竟然有传新版本的BGM 不过你之前的那个音乐游戏 为啥不整个BGM 反而在这个篮球游戏里面 弄了个新的BGM 这样的稍操作 嗯 值14.7分 所以玩法嘛 基本就是找到合适的位置 然后控制好力道 蹲一下进行投篮 非常普通 总对来看 这套电玩运动乐的玩法都比较无趣 但外观设计还是非常带感的 特别是一些小细节 值得一提的是 肯德基除了这个系列以外 还推出了其他的LCD系列游戏机 比如这套音乐舞会系列 我刚想试试这个系列 看看它是否能让肯德基 挽回一些对音乐游戏的尊严 不丢上校爷爷的脸 但是 这些机器由于时间过久了 没电根本开不了机 然后这时弹幕肯定在说 啊你不知道换个电池吗 能换的话我也想换 但是因为肯德基在设计这类机器的时候 为了防止小朋友轻松拆开机器 所以在内部做了一些防拆处理 就算你把螺丝全部都拧下来了 还是打不开 有一个人前来买鸡 哥们 你这游戏机多少钱一个啊 二十块钱一个 卧槽 你这鸡壳都是鸡栗子做的 还是这鸡板都是鸡栗子做的 你瞧瞧现在还有哪能卖到这鸡的 而且这些机器都是全新未开封的 你嫌贵我还嫌贵呢 你的鸡饱开吗 我开游戏机店了 我能卖你崴机器 我问你这鸡饱开吗 要是这鸡开不了 我自己把这鸡砸了 行了吧 行 我全要了 行 这设计器一共算你70 你这鸡有问题啊 你他妈故意找茬是吧 要不要吧 要不要 你看看这破洞啊 另外你说的啊 这鸡细要是不跑开 你自己批了它 你他妈批我鸡吧 哎呀 哼 开战 杀机啦 杀机啰 哎 麦当老 哎 麦当老 wor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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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 Pun! 用什么吐 让面 你啊 麦当劳Digi系列 这个系列可以说是玩爆肯德基出过的那些小LCD游戏机了 因为这个系列做到了真正的体感操作 而且这个系列由于非常受欢迎 麦当劳推出了很多款式 甚至还单独从儿童套餐里面分离出来组成套装单独售卖过 可见受欢迎程度有多高 不过目前这个系列想要完全入手全系列还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也只收到了部分 不过这几个收到的版本也能很好的体现Digi系列的魅力 首先是这个抓足球的游戏 这个足球游戏是真的可以抓着玩 而且游戏内部的变化还比较多样 除了时不时会出现双人守门的情况以外 有时还会有奖励关卡 对于一个吃麦当劳送的LCD游戏机来说 可以说是相当良心的 接着是保龄球 保龄球和足球的外观差不多 玩法方面比较拟真 是通过滚动中间红色的蛋蛋的力度和方向来进行控制 不过这款游戏的设计就没有足球那么丰富了 变化并不多 那么接下来要介绍到这个网球就厉害了 操作方式直接就是体感的挥拍 就像这样 我之前以为这个东西的原理就是里面有个钢珠来模拟重力感应和之前的Top Rider一样 但是打开后发现它是真的有个重力感应器在里面 而那个钢珠的声音就只是用来增加感觉的 哦 这里嘴一下 麦当劳的玩具不管是拆起来还是换电池方面都非常的方便 不像肯德基的那些老真超级打都打不开 接下来是驾驶系列 驾驶系列也很有意思 比如这个电车之浪 是通过老汉推测的方式来控制速度让电车安全的通过每一个区域 不过最烧的并不是这个电车而是这个障碍赛马 你要加速的话就直接上下进行马震 如果遇到障碍后直接小马抬头 并且最良心的地方在于屏幕的右上角还有演出动画 想想当年能吃着麦当劳玩到这样玩具的小朋友还是有点羡慕的 不过这个Digi系列也有翻车的几个单品 比如这几个Touch类的游戏机 顾名思义就是都没有实体按键只能用摸来玩 不过这个摸的效果是真的稀片 很多时候灵敏度不太行 比如这个滇球基本都会出现摸了没感觉的情况 根本没办法玩 就像你在用牙签掏鼻孔一样摸的感觉 然后就是这个游泳的游戏 明明只要简单的一直摸就好 但我打了很多次一直都没有赢过 后来我看了看包装的说明 哦 So Disney 难怪赢不了 肯德基游戏机盒2.0 这是印度肯德基推出的一个游戏机盒 这个机盒除了能在里面放垃圾食品以外 还能挂一瓶饮料在盒子的上方 而盒子的两边有两个像GC一样的手柄握把 玩家只要把饮料的地方替换成手机 这个机盒就立马变成了一台游戏机 哦不游戏机 虽然这个机盒看上去十分的14.7 但这个机盒却相当稀有 因为这个机盒是为了庆祝肯德基 与摆设碳酸饮料品牌 激浪达成合作所推出的纪念产品 一共对外送出十分 并且获得方式还是在不存在的社交媒体APP上 发表对这个机盒的看法来获得抽选条件 此外虽然这个东西叫2.0 但好像从来没有出过1.0 总的来看 这些肥仔快乐餐里送的LCD游戏机 虽然看起来都是些简简单单的小游戏 但还是充满了不少的惊喜 不过快餐店和游戏厂商的PUI 其实还不止这些游戏主机 还有很多烧东西没有讲到 比如PlayStation的联动玩具 假装是个VU的玩具 还有老佛爷EXE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这期的那个你们就不要吝啬了 我们那里很大 你的那个我们都放得下 这里是极客汤一群文化爱好者们的GD 我是KG 咱们下期再见